作为女明星,结婚生子都能引起极大的关注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下女明星生孩子的惨痛经历 1.大SGICU 众所周知,大S是妥妥的一个狠人 她曾经说过,她不需要活很久 只要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美的就行 为了变美,她对自己狠到让大众无法理解 天生皮肤很黑的她,为了让自己变白 除了外用防晒之外,拒绝吃任何黑色的食物 甚至那幅美白丸 这种美白丸大都含抗凝血迹,对身体有副作用 为了变瘦,大S还采用电机的方式 2010年,大S与汪小飞登记结婚 婚后为了备孕,大S改掉了多年吃素的习惯 为了宝宝营养,哪怕上吐下泻,也开始吃肉 怀孕后,整个人都胖得变形了 那个是美如命的大S为了生孩子,可谓付出了很多 而在生产过程中,也是意外不断 在生女儿时,引发了哮喘 医生接连几次下了病危通知书 大S生二胎宝宝时,差点断气,直接送进了ICU的重症病房 一直处在昏迷中,只想看到自己的孩子 医生将月儿抱进来后,她的眼睛一下就亮了 就像是月儿把她从鬼门关拉出来一样 之后,大S和汪小飞的第三个孩子 在第八周时出现胎庭 终止妊娠,也是非常辛苦了 二,林心如回忆剖妇产 近日,在最新一期光露营就很忙了的节目中 林心如首次回忆自己剖妇产的经历 2017年,林心如剖妇产生下女儿小海豚 当时林心如已经40岁,是一名高龄产妇 在生产完半年之内,如果想做抬脚动作,都抬不起来 原因是在手术过程中切断了神经 导致腿部肌肉失去了力量,感觉脚完全不是自己的 经过了长时间的锻炼与康复,才逐渐恢复 三,苗苗四年报三 6月10日,有博主分享自己在上海知名医院生孩子的经历 同时报出郑凯的妻子苗苗在同一家医院生下三胎 三胎女儿早产,苗苗还做了臀胃手术 苗苗因冯小刚的电影《芳华》而声名大噪 电影结束后,苗苗被假刻章看中 出演了自己的电影《不止不休》 2020年5月21日,苗苗与郑凯官宣结婚 婚后苗苗便把重心放在家庭上 平时喜欢在家种菜,做美食,拍一些Vlog 同年10月,苗苗迅速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2022年6月1日,苗苗和郑凯的第二个孩子出生 当时郑凯在社交媒体发文 从此,城堡里又多了一位王子保护妈妈和姐姐 二胎后两人参加了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 可节目结束不到半年,苗苗就生了第三个孩子 四年里生三个孩子,身体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网友对苗苗也是恨铁不成刚 在二胎后身体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 急忙怀三胎,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伊能静的第一任老公是宇成庆 两人经历了长达14年的爱情长跑后 终于在2000年美国注册结婚 遗憾的是,两人在维持了9年的婚姻后 分道扬镳 2016年,当时已经48岁的伊能静生下了女儿米莉 作为高龄产妇,米莉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上天的馈赠 当时,秦昊在社交媒体上报喜 欢迎小米莉光临地球 我们家的两个公主终于同框了 和秦昊结婚后,伊能静很想拥有属于他们的孩子 于是看了国内外很多权威的医生 医生称其怀孕率极低,低到零几低的概率 高龄产妇的卵子已退化,质量和数值都很差 虽然你外表看起来年轻,但生理是不可逆转的啊 伊能静听了医生的话后,当时情绪崩溃,大哭一场 在拿到咽血结果后,医生给她开了一些醋排卵的药 后来又尝试试管婴儿,这段经历很是艰辛 加上工作量大,睡眠不足,饮食不规律 还有药物作用,伊能静在那段时间忽胖忽瘦 对于35岁以上的女性来讲,面临着怀孕男,易流产,大出血动诸多风险 在一次访谈中,她分享得知不能生小孩后 她对秦昊说,我不能生小孩,我们分开吧 秦昊拍拍她的头,说开什么玩笑,别想了,别想了 会有的 在伊能静休息两个月后,2016年1月14日 伊能静被证实怀孕 生产时,伊能静肚子上开了15公分长的刀口 术后,伤口溃脓 为了防止沾边,医生每天都要拿着棉签捅进去 而且处在哺乳期,不能使用消炎药和麻药 每天只能忍着睡 除了伊能静,林青霞也是高龄产妇 47岁时生下了自己的女儿,刘若英在45岁时生子 5.张柏芝三年流产四次 张柏芝早前说过,自己很喜欢孩子 希望可以多生些孩子 生下老大后,他曾四次怀孕,却都流产了 直到三年后,才生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 Cowintus 而在38岁时,张柏芝三胎还是个男孩 虽然爸爸是谁,一直是个迷 但他很享受现在的生活 Cowintus Cowintus Cowintus